运用直观性教学活动,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,明确直观目的,正确运用直观方式 第二,广泛运用各种直观方式 第三,联系学生经验,多运用语言直观 第四,使生动的直观与积极思维和实践相结合 如在提高正手供求技术的练习中 教师应启发帮助学生找到自己正手供求技术存在的问题 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练习手段等 练习结束后,还要启发学生想一想 练得如何,有什么体会,还存在什么问题 下次怎么练等等 第三,教学中应注意从实际出发